巫统的战将阵容至今还没有亮牌 但是党主席拿杜斯里阿姆扎西先把话说在前头 经历过2018年全国大选惨败 数到胡森散之后 巫统汲取了教训 对于筛选候选人变得更加讲求效忠于党 阿姆扎西强调 这一次大选巫统要选出不傲慢 不唱反调 又不计较哪里上阵的候选人 阿姆扎西今天发文表示 他们在上届大选惨败后 有人落荒而逃 有人跳槽 有人当了叛徒 有人远离巫统 这些投机分子引发了党内清洗 因此这一次巫统要选出以党斗争优先 而不是以个人斗争优先的候选人 他也希望候选人不容易受到外在因素影响 并且在巫统被人贬低时 敢于挺身而出 阿姆扎西强调 巫统是时候追求内部稳定 确保大选后不会攻击自己人 因此巫统五巨头 将会严选最好的候选人 免得重蹈覆辙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